艾芝縣是台灣人心目中日本旅遊排行第六名的熱門區域 除了鳴谷屋熱田神宮全山城之外 東橋本次要帶大家到距離鳴谷屋一個小時的豐田市進行深度旅遊 嗨 大家早 今天是第三天在豐田市的早上 然後現在要來吃飯店早餐準備 吃完之後展開今天的行程囉 以市區車站旁的飯店來說 這裡的早餐還蠻豐盛的 一樓可以看到車站的人潮其實也不錯 超近的 基本上就是 五分鐘內就走到了 好 我們現在在豐田市站的東口嘛 那我們今天要搭這一條線 然後做到小渡站 我們現在已經坐上了豐田的豐田巴士 這邊的公車上有吉普利公園的廣告 因為從吉普利公園只要25分鐘打車就可以來到豐田市囉 因為我們是採訪行程的關係 接下來會坐私家車前往小渡 但來訪的各位就可以一路坐到小渡啦 車程約一小時 嗨 大家 我們今天的第一站來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豐田市的旭 這個地區有一個類似區公所的地方 然後在這邊他們的地方團體呢 有提供日本傳統服裝的族解 包含大家熟悉的和服啊 然後或者是夏天才穿的浴衣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體驗穿浴衣囉 好 那我們就選這個好啦 大家就可以預期我接下來走路的速度 差不多每小時一公里 因為我之前有穿過一次 因為腳的幅度大概只有這樣 夏天的話大家看那個動漫啊 或者日據應該都可以知道說 穿浴衣的時候通常都會拿一個扇子 而且它這上面的圖案很可愛 很有那種夏日風情啊 有煙火 有橋什麼的 那我就選這一把好了 那我們換好浴衣之後呢 要開始逛這邊的商店街啦 然後可以看到這是我剛剛的 充滿夏天風情的扇子 今天天氣其實跟前兩天比起來 已經比較涼爽 所以等一下穿浴衣走起來應該也不會太熱 好 那我們就開始逛吧 因為它這邊這條街的特色啊 就是風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店家啊 或是說住家門口就是有掛滿多風鈴 我們在小杜商店街的第一站啊 夏天要幹嘛 當然就是要吃剉冰啦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來到這家店是Yabu-san的水果剉冰店 那我們就來吃冰吧 我們今天的水果是 來自山梨縣的白桃 喔 看起來就好好吃喔 好的 謝謝 你好像是 我們這個 Momo的冰做好啦 喔 好期待喔 我們在一個充滿了風鈴的 夏日風情的地方 然後我們要開始吃冰囉 白桃誠意滿滿耶 好香甜 真的 不開玩笑 它的冰也剉得很綿 然後再配一點那個 果汁跟糖漿 哇好香 好 再搭配風鈴的聲音 這沒有say喔 風是沒辦法say的 太日本夏日了吧 好爽 我們吃完了非常令我滿足的冰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體驗一下風鈴的繪製啦 那就在這邊不遠處的Sakaya商店 好我們就是要來體驗這個風鈴繪畫啦 然後它是玻璃的Galas的風鈴 畫一個是1500塊 我覺得它這邊還滿可愛的 是因為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是一個一般的商店 就是有賣一些生活用品 但是呢 除了就是生活用品之外 然後它這邊有特別做了一個風鈴的 算有點類似繪畫的場所 然後可以看到上面很多風鈴啊 然後還有這邊有桌椅 等一下呢我們就是要在這邊畫畫囉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那因為東巧的品牌色是藍色 那我們就用藍色來畫吧 然後它這個顏料呢是不用 不能加到水的 我們就直接倒進這裡面 它這個顏料其實還滿好上色的 對所以沒有我想像中那種 因為它不是水彩啦 所以一畫其實就上去了 所以一畫其實就上去了 輕一點擺得進去做漸層色 然後老闆剛剛有說就是這個 最外面這一圈啊 因為風鈴它可能會敲幾道 就是怕會影響聲音 所以就盡量不要畫到最扁扁這樣 好那我還是畫到了 不好意思 好對一個小時候都請媽媽幫我畫畫的人 這個已經不錯了啦 好我們接下來寫一個可能 TOKYO GO GO LOOK 耶完成囉 好我們的風鈴完成囉 好這個是它掛起來跟別人放在一起的樣子 畫完風鈴之後呢 現在繼續在這個商店街這邊散步一下啦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風鈴寺 哇它這邊的有點類似繪馬的東西也滿特別的 它是直接掛一個風鈴 然後下面再許一個 許願的感覺 穿著浴衣然後在 風鈴裡面行走 整天的行程真的是 非常的日本 我們剛剛大概開了三四十分鐘很彎曲的山路之後呢 現在來到西流庄要來用中餐囉 我們在西流庄啊 除了可以在大自然的環境裡面吃野味 我們今天等一下的套餐啊 會有就是山豬肉啊 然後會有鹿肉之外呢 還可以就是附加 就是你可以另外點釣魚 然後把你釣到的魚烤來吃這樣 那我們今天等一下要試的是 是在這個池子這邊釣釣魚 剛剛好像有人吃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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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才小釣手 呀 成功 我們釣完那個釣魚之後呢 現在吃飯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後面其實就是溪谷啦 那我們等一下呢就可以一邊吃BBQ 然後一邊呢欣賞西谷的風景 哇下面的溪水非常的清澈耶 這邊就有樓梯可以往下走囉 這邊超舒服的耶 完全一掃那個 今天就是最近幾天氣候都非常的炎熱 那在這個西谷裡面啊 除了聽到蟬蟬的流水聲之外 感受到一點點那種 山谷裡面的微風 啊 超舒服的 這一盤就是我們的野味的BBQ啦 那 這一個是 首先是山豬肉 然後中間是雞肉 然後最後最旁邊的這個是鹿肉 然後這一尾呢 是我剛剛釣的那個天才小釣手的尊魚啦 好首先來試吃山豬肉吧 沾一下烤肉醬 他的山豬肉啊非常的有嚼勁 然後那個 因為這種我覺得野生動物 他的就是味道會感覺就是比較濃郁 然後再加上一點那個 他應該是有醃過 然後這個烤肉醬的味道 就是還蠻香的 好最後我們來吃一個鹿肉 鹿肉我最喜歡 因為其實我牙齒不好 不喜歡吃太硬的肉 但是呢 嗯 如果他的肉質就是剛剛好 有一點嚼勁 但是呢 又不會太硬 然後 他那個肉味啊 跟你平常吃到的不一樣 就是很新鮮的感覺 嗯 很好吃 嗯 我烤的還不錯 外皮脆脆的 加上那個粗鹽 然後裡面的魚肉嫩嫩的 很好吃 好 我們今天的最後一站呢 來到了盒子的故鄉 來體驗製作啦 那在我身後這邊的呢 就是盒子的工藝館 我們今天要來挑戰做的 就是這個盒子團扇 按照順序搖晃它 它這個水其實 動得很快 所以大家搖晃的時候 要小心注意力道 接下來要開始上色啦 那其實剛剛老師講解完 就是很隨性 然後 照自己喜歡的這個 形狀下去調就可以了 那就是注意要多調個幾次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製造一些 所謂的這個 痕跡水痕啦 然後我們先來設幾個線條的 線條狀 再來我們用一點水滴狀 好 那我們最後把我們剛剛放的這些 小花樣 然後把它噴濕固定住 好 那我們最後加一點奢華的金箔啦 一樣也是溫柔的塗鴉 呃 擠壓啦 好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目前就是 團扇在盒子的部分就完成囉 我們就利用這個等待的時間 來參觀一下盒子的美術館 好 我們參觀完美術館 作品也完成啦 其實比我想像的 好像好看蠻多 剛剛染的那個顏色啊 乍看之下沒什麼 不過現在看起來還蠻有趣的 好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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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完成了 耶 今天住的溫泉旅館 今天住的溫泉旅館 這邊有各種size的 寓意可以自己選擇 好我們已經check in今天住的溫泉旅館啦 然後我們先來幫大家開箱一下今天的房間 登登 哇 今天的房間 非常的豪華豪奢 一進來我們就可以看到有一個 算起居空間啊超大的 然後這個是沙發 然後地板上基本上都是榻榻米 拆起來蠻舒服的 然後電視也很大 這個櫃子是有保險箱在裡面 然後還有去泡溫泉的時候穿的浴衣 然後這邊比較特別的是它除了一般的那種大眾池啊可以泡湯之外呢 你還可以在房間拿預約湯屋 就是類似個人包廂的感覺 好接下來看一下床的部分還蠻大的 那我們今天住的是有兩張安人床 房間就是還蠻雅緻蠻乾淨的 然後我覺得設備看起來都還蠻新的 好然後廁所 房間的窗戶打開啊 外面其實是還不錯有風景 然後這個是這邊的特色就是可以喝的溫泉水啦 來溫泉旅館的話晚餐啦 當然就是要吃吃看這種會席料理啦 好我們第一道來看一下前菜吧 這個前菜非常華麗 可以這樣整個打開 好那通常這種小菜都會超級豐富的 那這邊比較有特色的是這個香魚搭配甜樂味噌 好那另外這邊呢也有章魚啦 然後有明河等等 就是等一下就試吃給大家看啦 非常有日本特色的小菜們 然後第二道的話就是生魚片 首先來吃一下這個做的非常精緻的香魚好了 對 我吃到這一口它是單純的就是 用鹽的味道 然後就是加上魚肉的味道 雖然簡單的調味但是還蠻好吃的 好我們下一個來吃生魚片吧 先來吃一個 紅甘 很好吃 新鮮 接下來我們要吃的是 碗物 然後它還蠻特別的 第一次聽到是 上面這個是毛豆饅頭 然後下面那一塊呢是蛋豆腐 這個毛豆饅頭啊吃起來口感很特別是 就是有一點點接近泥狀了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餡料 我不太確定是什麼 可是吃起來 我個人覺得吃起來有一點點像 肉泥的味道 豬肉泥的味道 嗯還蠻香的 下一道是炸物 很好吃耶 它皮脆脆薄薄的 然後 裡面那個魚啊 很水嫩水嫩的 然後再加上它的這個 山椒鹽 嗯 吃起來好鮮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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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吃飽 本房間休息一下 那因為我們等一下 預約的那個 湯屋啊 還要到 10點20 那剛好 因為我們吃很飽 所以呢 消化一下之後再去泡湯 泡完C點頭啊 躺到床上直接開始打呼 太好了 我們已經等到我們的場次 要來泡這個露天風呂的個室啦 好 然後這個門推開之後啊 這邊就是外面啦 喔還蠻完整的 它進來這邊 先是一個 像一般的溫泉那種換裝的空間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露天的地方吧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晚上 打了一個小小的燈 然後 往上看出去 哇 有月亮啊 一點點霉雲 看起來真的很舒服 好 我已經洗完澡進來泡了 哇 今天晚上就是 一改最近幾天的天氣啊 就真的是 很涼爽 然後 現在坐在這邊 泡溫泉真的超級舒服 好 那我們 今天的行程 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啦 我要繼續 泡溫泉 療癒休息一下 那大家明天的行程見囉 掰掰 我們的早餐跟昨天是同樣的包廂 溫泉旅館的早餐呢 通常也就是這種 大家心目中很經典的日式早餐啦 那今天的早餐呢 也有使用了非常多 當地的溫泉水 因為這邊的溫泉水還蠻特別 是可以飲用的 然後有 豐田當地的米啊 然後小原產的雞蛋 然後還有這邊的明目是用 溫泉水所煮的湯豆腐 有火在煮的呢 就是剛剛說的湯豆腐囉 然後它煮五分鐘的話 就要打開 因為它溫泉水的關係 會非常的 柔軟 那如果你狂煮的話 最後可能會直接融化消失喔 早餐來示範一個 最日本道地的 剛剛的這個 生蛋啊 我們就直接給它打進去 然後就做生蛋的拌飯吧 加一點點醬油 好 很香甜 這是整個 有蛋的甜跟香 然後 還有那個白飯 吸了一點蛋汁之後 變得更水嫩更飽滿 然後一點點醬油的鹹提味 超好吃 這整碗就可以直接吃完 然後就飽了 就 早餐就結束了 大家看一下剛剛講的湯豆腐 哇 它整個打開來 已經感覺有點 像 豆漿 然後我們就下來吃吃看 這個特色的湯豆腐 它真的是已經非常的柔軟了 它真的是已經非常的柔軟了 然後口感今天有點像豆花 充滿了豆香 那個 它的湯汁已經有點像豆漿的味道 蠻好吃的 我們今天的第一站呢 來到了史座川 然後在我身後的這家店呢 叫做川口 那在這邊我們要體驗一種 非常特別的算捕魚的方法 叫做涼魚 然後我後面的這個地形呢 就是在日文的漢字裡面叫做涼 基本上我的理解是 它有點像引一個渠道的感覺 然後讓就是上游的漁獲 然後魚會從這邊流下來 對 然後我們今天的體驗就是呢 店家會把他們的香魚 從這邊的管道裡面放出來 對 然後我們就在這邊 做一個類似捕撈啊 撈魚的感覺 好 我們現在要來體驗啊 就是現撈香魚囉 耶 嗚 來了來了來了 香魚 香魚 香魚們又出現囉 耶 我們的第一道呢 就是香魚的生魚片啊 這個是我自己也沒有吃過的 香魚的生魚片 超酷的 它的肉質啊 就是有一點點嚼勁 然後呢 非常有彈性 然後入口之後呢 也是非常的鮮甜 然後非常新鮮的感覺 嗯 很好吃耶 好 我們的第二道來囉 這個是老闆特別招待的烤鰻魚 哇 超級豪華 烤的顏色看起來就超好吃的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嗯 好好吃喔 這個魚啊 它背面這一塊的油脂 喔 吃下去 很 就是在嘴巴裡面化開 但是呢 又不會很膩的感覺 然後呢 再加上這個 胡椒醬啊 我覺得跟 這鰻魚的味道真的很搭 然後它的表皮烤得有點焦焦脆脆 然後裡面的肉非常的鮮嫩 嗯 很好吃 哇 我們點的定食來囉 這邊的鰻魚定食啊 非常的厲害 一次給你四尾鰻魚 然後這個呢 是鹽 然後這是味噌調味 然後這是這邊 甘露煮 也就是滷的 然後最後呢 這個是炸的鰻魚 味噌調味 表皮啊 烤的非常的就是香 非常的脆 嗯 然後我覺得 裡面的魚肉啊 就是也是非常的香嫩 然後 一點點鹽的調味 我覺得這樣主要是吃這個魚的 香魚的原味 嗯 非常的棒 哇 嗯 嗯嗯 喔 我應該私心覺得這個最好吃 因為它 嗯 嗯 表皮炸的非常的酥脆 嗯 然後吃起來很香 嗯 很棒 好吃 我們等一下要喝咖啡的地方呢 其實是可以採草莓的 那當然是要在當季的時候才有啦 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超多的草莓園 好 那因為現在天氣雖然沒有草莓呢 但是七八月的份的時候 會有阿蜜瓜 我們這趟旅程的最後一站呢 就來到了Strawberry Park的Mifune Cafe 然後呢今天比較特別的是我們要來吃這邊的就是特產水果做的Pafé啦 好 我們點的兩份百慧來嘍 我們要來是吃這個哈蜜瓜的百慧啦 中文叫百慧 哈蜜瓜很甜耶 嗯 把它配上面這個奶油啊 哇 它這裡面很多層呢 有阿蜜瓜啊 然後有一層是像那種Jelly的東西 然後還有很像奶油啊 冰淇淋等等 哦 因為你一口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的口感 嗯 好 然後它最下面是那個白香果的果醬 所以吃起來就是酸酸的 綜合一下這整份甜點的甜味 嗯 那我們風田市四日遊的行程啊 就到這邊結束囉 那就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影片啦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